电影一开始,连环扎人犯金起犯正在进行庭审 庭审中,七起命案有六起证据不足 故最终,金起犯仅仅被判监禁15年 这让在场的被害者家属们相当愤慨 其中更有一名警察恨不得上去殴打金起犯 而在人们没注意的一个角落中 一个小女孩表情冷漠地看着这一切 然后,缓步退出了法庭 警察大营走出法庭后 看着蹲坐在地上的小女孩 思绪快到三个月之前 小女孩名叫西珠 她的父亲是一名警察 同时也是大营的挚友 一天夜晚,西珠父亲刚下车回家 没想到这时,金起犯出现 将其割后杀害 父亲拼着最后一口气跑回了家 然后,死在了西珠面前 直到第二天,前去寻找的大营 才发现了西珠父亲遇害 为了能够让西珠快乐地长大 父亲的警察同事们各尽其能 共同担任起了照顾西珠的责任 而西珠在各位叔叔的照顾下 一天天长大 外表生的阳光可爱 心里似乎已经走出了 失去父亲的伤痛和阴影 时间盈眶 十五年过去 金起犯喜满释放 大营早早就在门口等候 对金起犯冷嘲热讽 他发誓 一定要找出证据 让金起犯付出应有的代价 大营快到警局后 上次就找到大营 让他盯住金起犯 不多时 西珠来到警局 此时的西珠 已经出落得亭亭欲力 他吃张白天来到警局打扫卫生 晚上则用来分析案件 事实上 这么多年 他一直想要让杀死父亲的凶手受到制裁 他在自己的房间里 填满了各式各样的画 地上则是填满了自己搜寻的证据照片 为了搜寻更多金起犯犯罪的证据 西珠开始跟踪起金起犯 这天 他跟踪金起犯到了一家宾馆 没想到 跟踪中 遇到了一起突发的凶杀案 一个男人 模仿金起犯的杀人手法 杀死了一名司机 与金起犯叫来的女人 西珠看出 此人是有意栽赃金起犯 可他到底和金起犯之间 有什么样的恩怨呢 这让西珠对这个男人的身份 产生的好奇 晚一步到来的警察 很快对现场进行了封锁 因为杀人手法酷似金起犯 于是 大鹰请金起犯来到警局喝茶 金起犯丝毫不怕 对大鹰一直挑衅 惹得生气的大鹰 一脚将金起犯拆掉在地 晚上 闲暇的西珠站在楼顶 关注着住在对面的母亲的生活 母亲虽然改嫁 但现在的丈夫适度成性 经常家暴母亲 而这天夜晚 西珠再次目睹了母亲被家暴的全过程 他分忧心起 想起死去的父亲 又看到遭受殴打的母亲 西珠决定 帮助继父这个人渣 实现生命的意义 于是 他在外等候 在继父出门后 西珠拿起早已准备好的石头 一下又一下地 砸死了些的继父 最后 还不忘模仿金起犯的手法 在继父的脖子上来了一刀 将继父的尸体抛至山野 第二天白天 金起犯到山中晨跑 正巧遇到一群人正围着一具尸体 金起犯走近一看 发现又是一个模仿自己杀人的 正疑惑之际 他看到前方有一个黑衣人 金起犯急忙追去 却还是让黑衣人跑了 这个黑衣人就是西珠 西珠杀死继父后 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再见过母亲 他来到母亲家 才发现 母亲已经服录自杀了 西珠在母亲的旁边 没有眼泪 但内心中 是抑制不住的悲伤 母亲的死亡 也让西珠再次受到了不少的打击 随着两起命案的出现 大英已经完全把金起犯 当成了重要嫌疑人 大英找到金起犯 饭桌上 两人真风相对 金起犯大方承认 西珠的父亲 就是自己杀的 可那又怎么样呢 追溯的实现 早已经过了 大英气急 拿起桌子上的错瓶子 就砸在金起犯的脑袋上 金起犯回到酒店 自己处理伤口 看着金起犯的自己 他回起了过去 他和敏秀 是一对在孤儿院长大的朋友 两人年幼时的爱好 就是一起杀害小动物 长大后 两个人更是将这个畸形的爱好 发展成杀人 直到某一天 金起犯发现 自己被人戴了绿帽子 而那个是了自己女友的人 正是敏秀 愤怒的金起犯直接杀死了女友 直接导致 他和敏秀彻底翻了脸 之后 敏秀直接举报金起犯 将金起犯送上了法庭 事实上 金起犯出狱后 也早已准备如何报复敏秀 两个个怀鬼胎的人 都想置对方于死地 警局内 大英调取了金起犯的犯罪记录 也发现了金起犯 是被好友敏秀举报而送上了法庭 西州同样拿到了这份资料 经过一番逻辑调查 西州意识到 15年前的杀人案 并不是金起犯一人所为 而是两个人合力完成 至于那名帮凶 就是将金起犯送进监狱的敏秀 捋清楚因果之后 西州才猜测出 前几天杀害司机二人的 正是敏秀 不管如何 西州现在复仇的名单上 加上了一个人 只有两个人都死 西州才能完成自己的复仇计划 聪明的西州巧舍机关 利用玻璃瓶和电线 轻松地将和到家的敏秀垫死 之后 西州将敏秀的尸体 运到了金起犯桌的酒店 金起犯和到酒店后 并未察觉到异常 他洗了个澡 舒服地躺在床上 然而这时的他 透过棚顶的玻璃 看到自己身边似乎躺了个人 他连忙起身掀开被子 果然 看到一个全身被塑料包裹的人 躺在床上 他撕开塑料 看到了里面敏秀的脸 说时迟那时快 躲在暗水的西州 看着射机冲出来 给了金起犯一刀 然后欺身压住 将他勒晕 制造出两人互相残杀的场景 令期中失算的是 金起犯不多时就醒了过来 不一会儿 救护车前来 金起犯将计就计 上了救护车后 打赢了救护人员 讨治夭夭 经过这几事件 金起犯知道 有人盯上了自己 不仅如此 还杀死了自己的目标 身为一个杀人犯 这对金起犯来说 简直是个耻辱 于是 金起犯决心反击 根据当时他听到的声音 金起犯判断 想要杀死自己的 是个年轻的小姑娘 再结合自己 坐了15年的监狱 没有心地仇认 金起犯几乎可以断定 此人 是自己曾杀害的 受害者家属之一 虽然有了头绪 奈何 金起犯杀的人太多 于是 他来到网吧 查找自己曾杀害人的资料 并很快将目标 锁定在了西州的身上 大英那边 正在四处寻找金起犯 这时 接到了网吧老板的举报 来到了网吧 大英找到了金起犯后 两人打斗起来 可尽管如此 大英还是让金起犯给跑了 金起犯跑出网吧 把门外等候的警察捅了一道 然后 开着大英的车 来到了警局 成功得到了西州的家庭住址等 同一时间 身在警局内的西州 看到了金起犯 西州自从知道 自己制造互相残杀的计划失败之后 他就开始做了第二手准备 而今晚 他不会再让自己的计划失败 地主赶在金起犯找到自己之前 回到了家中 带金起犯找到这里后 事先有所准备的西州 冲出来给了金起犯另一道 金起犯早有防备 也一刀扎到了西州的胳膊上 西州逃至山上 金起犯紧追不舍 过程中 西州电话联系大英 并将自己早已想好的位置发给他 不一会儿 金起犯自从在山顶的一处鞦韆上 看到了西州 此时的西州 荡着鞦韆 全然没有被金起犯追得窘迫 仿佛刚才与金起犯交手的并不是他 他看着表面纯真而善良 无论怎么看 就是一个天真无害的小女孩 这时 西州对金起犯提出自己的一点小要求 姜维尖交给大英叔叔 西州告诉金起犯杀人偿命 他们两人都因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代价 西州看大英他们差不多到了 刚刚说完话 不带金起犯反应 他就脱离了秋千 脖子上套着的一个狗链 勒死了他 此时 大英带着警察赶到 被震惊到的金起犯束手就擒 法庭上 在场的警察 纷纷带着西州亲手为他们编制的围巾 后经过调查 金起犯涉嫌连环杀人案罪名成立 判处死刑 此次 金起犯未做任何无罪辩解 大英亲自押送金起犯进监狱 电影最后 大英在西州的住处 发现了隐藏的地毯下 西州搜集的所有案件资料 他和一起西州说过的话 邪恶之所以能胜利 是因为善良的人 什么都不做 这是一部非常不错的悬疑电影 导演在电影中设定了很多细节的铺垫和暗示 有句话叫 正义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这部电影完美地印证了这句话 但是 代价却太大 西州用自己的生命 将犯人绳之以法 说到底 也显示了电影中警察的部座位 结局处 所有警察戴着围巾的场景 惹人泪目 但也尽嫌讽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 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by bwd6